吕蒙在关羽身边安插了高级卧底,荆州兵力部署情报,是谁泄露的?三国特种兵齐席作战,玩得最溜的,应该就是东吴,甘宁百齐结营,吕蒙百一渡江,都堪称特战典范。 甘宁的麻雀战,是捞一把就走,还没等曹军做出反应,他们就一阵风地溜掉了,吕蒙是悄悄偷塔,直接端了关羽的大本营,在这场破袭战中,情报侦察和化妆渗透,两项技能都发挥到了极致。 吕蒙把士兵化装成商人,这很不厚道。更不厚道的,是他们还在荆州安插了卧底,而且据史料分析,这个卧底的级别还不低。 东吴在荆州埋了钉子,于帆在劝说,将军是人的时候,说漏嘴了,名者防祸于魏蒙,智者图患于将来,知德之师,可予为人,知存之亡,足别吉凶。 大军之行,赤后不吉施,烽火不吉举,此非天命,必有内应。 在三国演义中,于帆的形象不佳,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时候,于帆是个被曹操八十万大军,吓破胆的无用书生。 而正史中的于帆,却是一个善用毛史,日行二百里,且又精通医术的通才。 于帆本事大,脾气也大,一向不太受孙权待见。 吕蒙带着他一起去偷袭荆州,也是想拉他一把。 孙权以为其都位,藩树范言见争,权不能阅,又兴不邪俗,多见半毁,做喜丹阳京县。 吕蒙图取关于,称吉防建业,以藩兼之一术,情已自随,亦欲因此另藩得是也。 于帆来到前线,可是帮了吕蒙大忙。 他一封劝详信,把将军世人弄得痛哭流涕,投降后才知道,自己是被于帆忽悠瘸了。 所谓吕蒙超进路,习曲南郡,断绝世人后路,那都是没影的事。 自古兵不厌诈,但是东吴君臣的权诈,却有点过分了。 人无信不利,也无信不兴,国无信则衰。 夫卿诺必寡信,多义必多难。 人儿无信,不知其可也。 大车无义,小车无悦,其何以行之灾。 孙权道德底线很低,吕蒙陆逊也不够光明正大。 他们在背词,厚礼捧杀关于的时候,一定是以重金收买了,重量级人物做内应。 要不然,也不可能轻车熟路,把关于设下的据点逐一拔掉。 关于拜王于荆州,他手下有四个高官投降了东吴。 除了弥方和世人之外,还有两个,豪朴自子泰,一洋人。 先主自荆州入属,以朴为灵灵太守,为无将吕蒙所绝,开成一蒙。 贪逊自成名,武灵人也。 先主入属,以为荆州至终,点流州市,亦与官与不睦。 孙权习语,遂入吾。 普至亭位,训致太长,封侯。 要想找出,孙权安插在荆州的重量级卧底,最简单的办法,就是把这四大叛徒过一遍筛子。 弥方和富士人是详将,但是卧底嫌疑却可以排除,弥家是刘备最早的资助者。 弥竹在刘备集团,名义上的地位,比诸葛亮还高。 而且,弥家富甲一方,并不是孙权,花几个小钱,就能收买得了的。 将军世人也不是卧底,如果他是卧底,就不用鱼帆,费尽巴力劝响了。 孙权习取荆州秦长官宇后,世人就消失了。 投降后消失的将军,除了世人之外,还有一个巴西老将严严,这两个人在正史中再无记载,并不像《三国演义》写的那样。 严严和黄中做了搭档,世人和弥方,被刘备下令领迟。 弥方在刘备集团,也算地位比较的将军,到了江东孙权那里,被虞帆堵着迎门斥骂而不敢出头,说明他混得实在不咋样。 排除弥方和世人的嫌疑之后,我们就来看看当时级别极高的潘迅了。 潘迅在投降孙权后,可是捞到了大把好处。 孙权杀官宇,并经土,败迅抚军中狼将,授以兵。 千奋威将军,封长千亭侯。 封侯败将之后,潘迅又跟孙权结成了儿女庆家,看起来他的卧底嫌疑,似乎要比弥方和世人要大好几倍。 潘迅虽然有嫌疑,但是表现却完全不像叛徒。 荆州失县,大小官僚将士都去拜见新主公孙权。 只有潘迅称病不出,孙权最后没办法,就叫人弄了一张床,把潘迅抬到了自己面前。 被抬到孙权面前的潘迅,把脸埋在席子里,哭得稀里哗啦,弄得孙权也很感动,赶紧叫人拿来手巾,替潘迅擦干眼泪,还喋喋不休地,劝说了好半天,潘迅这才爬起来行礼。 潘迅原为刘备任命的荆州至终,这是一个很高的职位。 汉朝一州主官为周牧或刺史,别嫁为第一副州长,至终就是第二副州长。 刘备入川,潘迅就是代理州长,关羽只负责打仗。 潘迅跟关羽不对付,但还没有到背叛刘备。 给孙权当卧底的程度,他投降东吴后很多年,倒是有人举报他,在做其以表兄,既汉大将军讲晚的卧底,或有件训与武陵太守魏京者,云训浅觅食与晚相闻,欲有自托之计。 魏京把情况上报给孙权,孙权又把举报信封好,送给潘迅,然后把魏京调回来,免了官职。 孙权此举,也是做给潘迅看,要说他对潘迅,一点怀疑都没有,那显然是不可能的,这就叫敲山镇虎。 潘迅被怀疑是纪汉卧底,当然不会是孙权,在荆州收买的卧底,但是那个玲玲太守郝普,可就不好说了。 郝普开成一盟,算起来是第二次被俘,建安二十年,东吴曾经有过一次对荆州的军事行动,在那次行动中,郝普也是被吕蒙俘虏了。 建安二十年,孙权趁着刘备入川之机,派遣吕蒙公娶了长沙、玲玲、贵阳三郡。 当时,长沙、贵阳两郡,接到吕蒙的文书后望风而降,只有郝普在玲玲坚持了几天,最后被老乡邓玄之,骗得投降了。 当时郝普消息不灵通,不知道刘备从一州,带领五万大军回原荆州,也不知道,关羽带着三万人马, 也杀了过来,直到开城投降后,才知道自己上了吕蒙的大旦,普出,蒙迎直起手,宇聚下传。 宇必,出书是之,因俯首大孝,普见书,之辈在公安,而宇在异阳,残恨入地。 建安二十年的剑拔弩张,最后被曹操缴了局,十岁,曹公并汉中,张鲁顿走巴西。 先主闻之,与权联合,分荆州,江夏,长沙,贵阳东蜀,南郡,陵陵,武陵西蜀,引军还江州。 孙刘讲和之后,孙权不但归还了陵陵郡,还把豪普也一并放了回来,刘备居然还让他当陵陵太守, 于是就有了豪普二次投降,并在东吴关至廷位。杨夕在座纪汉俯陈传时,把弥方、世人、豪普、攀训并列为四大奔臣, 古之奔臣,离有来复,怨兴四官,不顾大德。 弥有匡旧,被承奔北,自绝于人,作孝二国。 孙子兵法的最后一篇,就是用剑,故用剑有武,有阴间,有内间,有反剑,有死剑,有生剑。 凡君之所欲姬,成之所欲功,人之所欲杀,必先知其守将,左右,业者,门者,舍人之姓名,令吴坚,必所知之。 西音之星也,一智在下,一隐,明智,周之星,也,吕衙在阴,江上江子衙,又名吕旺,江旺,太公旺。 故为明君贤将,能以上智为奸者,必成大功。 此兵之要,三君之所示而动也。 东吴君臣,最喜欢使诈,他们收买荆州高官,作为内应,一点都不稀奇, 前面展示的荆州四奔臣,是不是已经发现了谁是东吴派回来的卧底? 是不是他把关羽的城防情报都出卖给了东吴,这才让吕蒙长驱直入?